朱元璋死了之后 没有把位子传给阎王朱棣 传给他的长孙 传给了他的嫡长孙朱仁文 就是建文帝 后来阎王朱棣不服 他从北京起兵 叫做靖难之役 率了军队一直打到南京 夺取了黄犬 他的侄子建文帝的下落 有说是被火烧死了 有说逃跑了 当河上去了 不管怎么着吧 反正是黄犬归朱棣掌握到了 朱棣的黄犬得来之后 他曾经问过他一个使官 说将来历史人 怎么记载我这事 那使官很直率 说一个字窜